苏丹共和国 位于非洲东北部 红海沿岸 撒哈拉沙漠东端 苏丹在阿拉伯中的本意是黑冷的土地 苏丹国土面积 188万6068平方公里 是非洲仅次于 阿尔基利亚和刚股民主共和国的 第三大国 在2011年南苏丹独立前 苏丹曾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邻国有南苏丹 埃及 利比亚 扎德 中非共和国 埃塞俄比亚和厄里特利亚 苏丹历史悠久 是努比亚人士的居住地 这片土地曾是古埃及的一部分 摆脱埃及的统治后 在最强盛时期曾经统治过埃及 这浪之后 很多贵族们将自己的领母 修建成金字塔样式 虽然这些金字塔的规模小很多 但只在苏丹境内就大约有250多座 埃及也只有138座而已 苏丹也因此是金字塔最多的国家 此后大量的阿拉伯人一路这片土地建立王国 19世纪70年代英国势力自埃及向苏丹扩张 1899年 名义上有英埃共管苏丹 但实际上是受英国通知 英国在苏丹殖民地实行 分而置之的殖民地管理策略 造成南北苏丹在人种宗教信仰 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进一步加大 没有矛盾 也要人为之的矛盾 避免出现强大的反抗力量 直到1556年1月1号 苏丹正式宣布独立 但并没有立刻过上富足的生活 国内最大的两个种族是阿拉伯人和黑人非洲人 阿拉伯人已经占据了相当多数 是第一大族裔 约占其全国人口的70% 这个阶段的苏丹号称威琐般非洲 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各种发展和安全问题 苏丹都能找到 派系邻里 各方利益纠葛不清 在种族矛盾和石油利益的双重影响下 出现了军阀混战 引起了无穷无尽的冲突 最终南苏丹独立出去 也成为了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在2020年时 GDP仅有44亿美元 还不及当时世界首富 贝索斯一个人财富的20分之一 苏丹也好不到哪里去 同样属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经济的凋敝也必然会导致民众不满 形成恶性循环 种族冲突更像是一个无解的套环 把苏丹圈在其中 希望这些国家能够走路稳定下来 人民都能过上和平稳定的生活